第十六章 鬼差 那个人就是坐镇上经的北老狗 和我爷爷南马依齐名 真的吗?你才18岁就能开晓鱼器? 那么你当初开了几晓 又可以请到什么级别的灵差? 是呀?终于都有魂 请神容易松神烂 少爷 你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古甲道斩了眼地跟我说 说到尾 他还是不信我 我笑了笑着他说 哼 我只开了三个 鬼和我就请不来了 但是请一个管事的夜游神 应该也不算什么难事 其实我对古甲道说了大话 我自有跟着爷爷年气 在七岁之前 爷爷就用过不少药材 来锻炼我的体格 我七岁开始开笑 三个月之内就开到了九笑 进入了愚弃的境界 之后就更加是一日千里 爷爷在上山之前 又和我提湖灌顶 开了对阴阳眼 其实我现在已经已达到了观星之名的级别 来动员带城也只是一线之遥 麻衣十三门当中很多避述 其实我都能够施展 只是如今 我身穿麻衣入世厂当 世途险户 当然要懂得尽量去隐藏自己的实力 古甲道若有所思的闷入开 他看我的眼神 从之前的屈服 变成了那种发指内心的神服 于是他都开始 劝说那只哭泣的小英灵 你只十分仔 不要再哭了 少爷是玛依神手的算 我劝你 都老实点 趕快把真相告訴少爺 無謂答誤了你的命 那隻小英靈似是有點嚇倒 又或者根本就不能夠開口說話 這種情況,我唯有準備請神 我點了三盞油燈 用上了至優質的香油 又叫古甲到準備好兩個綠三紅麵的紙紮女 以及鐵盤和兩根紙錢 無論是陽間也好,陰間也好 終究是少不了這些人情世故 請得神來幫忙做事 總不可以要他兇手扔扔地走回去 這些紙人和紙錢就是最好的報酬 古甲到退到一邊,很緊張地看著我 我點起三支油燈,戀符念咒 極令諸神,有事相求 此地夜遊,速請相見,急急如律令 這些世間的油魂 是由十大鬼王管制 十大鬼王座下 又有無數那麼多日遊神和夜遊神 我們稱呼他為靈差 而每一位靈差 又有各自管理的方圓十里的地盤 我念完之後 將一股純陽道力注入中間那盞油燈當中 向氣散開,向著四方飛散 我閉目養神靜靜地開始感受四方氣息的變化 過了十幾分鐘,一陣陰風挾帶著靈差憤怒的聲音吹了過來 大膽狂吐,本差正在辦事 竟然敢擔誤我的時間 我慢慢地睜大眼 只見到一個穿著黑衣的夜遊神十分消瘦 兩隻眼煞氣騰騰 身上邊籠罩著一團鬼氣 是腰間綁住一條鎖魂邊 但當他來到我的身邊 見到我旁邊的那把圖木劍 又打量了我一下 他的臉色很快就變了 見到我的神情也瞬間恭敬了起來 我心中一動 這個靈差是認得這把圖木劍 看來他是知道我爺爺麻衣神手的大名 他拱拱手對我說 九品陰差 東江市南城區林江街夜遊神召開 拜見孟卡少爺 我笑了笑 氣定神閒地指實古甲道對他說 趙大哥好 麻煩你看看他 靈差召開 一望到古甲道即時就開聲說 哎呀!他少了一魂一拍啊! 我又指實那隻封著小英靈的子人說 你再看看那陸子人 召開又是一驚 這隻英靈 像是由無數殘缺的魂魄纏繞 好像是枉死在人間的 為何他們沒有重入輪迴呢? 少爺,你沒有養靈吧? 他看著我 以為這隻小英靈是我搞出來的 我就解釋說 趙大哥 我在三天之前才來到東江市 這隻英靈已經在等著我了 謝問聲 東江市有沒有什麼地方 會有著這麼多嬰兒的殘缺魂魄纏繞 召開 釘實的子人看了很久 表情有些凝重地說 孟少爺 金魂都怕且出了大事了 哦!趙大哥 你不需要有顧忌 我只是來問你一些問題 並不是要你負責 就麻煩你將看得出來的隱情 全部說出來 剩下的事 交由我去處理得了 召開他坦口氣說 我對線想與英靈的魂魄交流 但是就發現 他每一個魂魄上面都有著封印 外力根本沒有辦法跟他的靈性溝通 而且英靈是由無數那麼多 不同的弟弟哥的一魂一魄組成 看來 當初那些牛頭馬面黑白無常勾魂的時候 是有人暗中落了手腳要門天過海 將每個小朋友的一魂一魄都偷偷地地藏起來 我想了一陣 仿然大悟 當初 這些小朋友死了之後 是有人將他們的一魂一魄全部藏起來 而那些歐魂的鬼差來歐魂 發現這些小朋友少了些少的魂魄 根本就不會當一回事 事關 有些小朋友的魂魄本來就微弱 一陣風都能夠吹散他們 但是如果這個人一下子吞了大批量的小朋友魂魄在地府當中自然會引起騷動 如果只是一魂一拍 輕輕輕輕地偷走 那麼根本就不會有人留意得到 這個人真是夠古惑了 還懂得規避風險 我明白了 藏起小朋友魂魄的地方是否就是無影山 會不會和那個黑風里有關係呢 照開他來回走動 遲遲都沒有回答我 好像在擔憂什麼似的 趙大哥 又說不妨直說呢 照開他望實我 與眾心長地對我說 盲少爺 你爺爺是個仁義之人 我不能夠害你 但是這件事 可能比你想像中的還要來得複雜 那個地方 就算是我們靈差 都不敢輕易靠近的 第十七章 黑符波 召開的表情很嚴重 很顯然 不是在嚇我 我的心很清楚 召開 只是個九品靈差 管轄的範圍極其有限 就算遇到什麼奇人意事 也都只能上報 無法知自己出手 不過 如果是我 那就不需要有太多故技 反正現在決然一生 遇到一些不平事 當然要出手 天文數字一樣的孩童 雲拍雕身 被人養成了各種英靈 那不單單是我的事 更加涉及到一道義 我相信 如果是我爺爺在場 亦都不會因為有這個危險 而撩枝大吉 當都沒有事發生 我對召開說 既然涉及到無辜的孩童 那我又怎能夠不理呢 你就算是不方便告訴我 那給些小提示我 讓我自己去猜猜一下 應該沒問題的吧 這個時候 我打了個手勢給古甲道 古甲道明白我的意思 把子人和溪錢投入到火盆之中 開始燃燒起來 召開他長嘆一口氣 慢慢地說 那我就送你一句說話 叫做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嚴盡於此 不可以再說了 少爺 保重 說完 召開跟著一股陰風就走了 等到那些子人和溪錢燒到變曬灰之後 古甲道 撕開口問我 少爺 那你聞到沒有 我想了一會就問他 那你又知不知道 什麼地方有個虎字 又會和大量的小朋友有關係呢 古甲道 他張開眼睛看著我 隔了好一會才說 黑虎坡 沒錯啦 一定是那裡 黑虎坡那裡有一片靈圓 就是專門愛黎埋葬小孩的 我唐微一戚 有些驚異感問 專門埋葬小孩 有些這樣的地方都有 古甲道說 在很多很多年前 正直戰亂時期 加上當時 就又有天災 東江市每天都有很多小孩餓死 他們的屍身 大多數都被人丟在臭水扣當中 後來 有位方大善人 在黑虎坡 修建了一個靈圓 專門來修煉這些餓死的小孩 而這樣埋下埋下 直到後來 連很多因為其他原因早死的小孩 也都跟著這樣埋在那裡 聽她說完 我當職眼前一亮 沒錯 就在這裡了 古甲道就領領頭說 不行啊不行啊 少爺 那大地方 怕且被無影山還要恐怖啊 我當初來到東江市的時候 就想去那裡找些陰煞之氣 只但只是去到山腳而已 就逼著吞回來了 可想而知 那裡有多恐怖啊 少爺啊 你不是真的要去嗎 眼下的古甲道 少了一魂一拍 我看得出他非常畏懼 於是掩掩頭說 去就當然要去的了 不過這次就不用管了 你留在家裡等我回來就行了 做完這個決定之後 我吃了一頓飯 由盤腿入定好好地休息 仔細回憶在無影山上發生的事情 和那一口詭異的青銅小冠 以及神秘的狐狸 心中一直非常不安 我有一些想和自己預約一預約 看看運勢如何 思大轉念一想 不敢也覺得有些好笑 難道我預約了一個空掛的說話 黑虎波我就不去呢 唉 我知道 在我的內心深處 已經產生了恐懼 畢竟那個地方 是連到靈差召開都感到恐怖 這樣人總是會害怕的 我並不覺得恥辱 只要我真正這樣行動起來的時候 自然就能夠克服這種恐懼 到了艾曼 我決定起程 古甲道還想說些什麼 只但是說到嘴邊就塌聲不出 還有一點點眼濕濕 我心中暗示好笑 少了一魂一拍 那麼邪性那麼囂張的古甲道 居然就成為了一個這麼多仇善感的人 對他來說 其實尾上不是一件好事 我走到門口 外面已經飄起了細雨 烈鳳吹到棵懷樹發發聲 我在劈開的懷樹當中 找到了一塊有手掌這麼大 竟已燒到焦的木頭 這東西叫雷極木 是辟邪驅魔的好寶物 我將它貼身放好 有它旁身在關鍵的時候 就能夠幫助我施展一些極其厲害的秘術 我將白黑姐打開 走進了細雨之中 過了大概十分鐘 就察覺到 有人緊跟著我 我放忙轉身 在十米開外的位置 一座路燈下面 站著了一個身穿紅黑色衣的女生 她擔著一把紅色傘壓得很低 令到我看不清她生什麼樣 她沒有避開我 路燈的光芒照了下來 還能夠看到她的影 總算是個人不是鬼 而還未等我開口說話 那個女生就先開口發問 你是不是就是孟安 你爺爺是不是就是麻衣神手孟老先生呢 她說話的聲音很好聽 話語之中 充滿著關心的意味 聽到她說的話 我能夠確定 她是一個健康以正常的女生 我有點迷惑 就問她 是 我是孟安 不知道這位小姐怎麼稱呼呢 還有 你又是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的 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只是說 我聽我叔叔說 你快要死了 不過我就很不希望你死 等你處理完眼前的東西 我會再來找你的 她轉身跑入了雨中 很快就上了一步 黑色的轎車 我回味著她的說話 感到一絲關心和溫情 這三天來 我處在陰謀之中 和各路牛鬼蛇神打交道 只但是這個女生的關懷 就令到我格外感到踏實 而在她的說話當中 亦都能夠聽得出 她是了解我的遭遇的 她…會是誰呢? 因什麼解救 又要跟我說這些話呢? 走到巴士站 我坐上 開去黑虎寧原的班車 到夜晚八點鐘 就來到黑虎波的外圍 雨勢越來越大 打到我巴克姐 啤哩啤哩啤哩一響 在模式之中 我遠望了一下 黑虎波的聯頭起鳳 黑沉沉的霧氣 和灰暗的光線 令到人非常壓抑 在幾分鐘之後 我吸了一口冷氣 整個黑虎波的聯頭起鳳 龍沙走向 完全符合 猛虎丹斯的大空之地 這一個地方 是絕對不適合用來做靈緣的 更加就不要提 用來埋葬那些 早死的沈蚊仔 那一個方大善人 選這一個地方 到底是無心啊? 亦或有意啊? 嘻嘻嘻 生鬼煩怨舊鬼哭 天音與心聲桌桌 天魔降 白骨出 有五個 穿到難生難世的沈蚊仔 打大赤腳 飄在散播的入口廚 不停地哭哭 又唱著一隻 令人絕望的愛曲 這個時候 那些魚落得越來越大 順著山坡流下來 在雲層之中 不停地夾閘著電閃雷鳴 我大步行上前 撐著黑姐 腰掛圖木劍地 停在黑虎坡的前面 對那群小孩說 各位前輩 麻煩你們借一借 不要擋著我的去路 他們是靈體 離地有半米高 事得他們的身高幾乎跟我一樣 他們另轉頭望實我 我見到這幾副面容很熟悉 因為這幾塊臉 我在方晚程 和古甲道身上 都見到過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馬鞍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讚 以及留言 第十八章 以血揚磨 在黑虎坡 我見到五個穿到難身難細的小孩 打大赤腳地 飄在山坡的入口之處 他們不斷地哭哭 又唱著一隻令人絕望的愛曲 他們發出了怪叫聲 我還可以見到他們口腔之中細密的牙齒 他們當中 最中間那個身材稍微高些 他猛然張開口 一條陰氣化成的毒蛇 從裡面捐出來 落到地下 在雨水當中快速地爬動著 而緊接著 另外幾個小孩 也跟著張開口 又有幾條毒蛇一起輸過來 毒蛇並不是真正的蛇 那是陰氣化成的 我一手擔遮 一手抓緊圖木劍就迎面衝了上去 我接連刺出了五劍 將這些毒蛇擊碎 五個小孩 見擋不住 就快速地跳在一起 融合成了一隻英靈 他雙眼血紅 充滿了恨意 天魔降 白骨出 萬安死於此 那隻融為了一體的英靈 唱著一首很奇怪的童謠 我心想 天魔和白骨 莫非有著特殊的含意 他一句唱完 那隻英靈就撲了過來 我暗簾劍 將圖木劍 嘰聲扔了出去 刺中了他的眉心 應靈當堂就徐風飄散 只是剩下一些 很淒厲的哀嚎聲 我沒想太多 大踏步地走進了黑虎寧原 說起來 也很奇怪 等到我 進了寧原之後 傾盆的大雨 一下子就停了 好像裡外 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我原本 有一些恐慌的心 也都在一瞬之間 變得格外冷靜 道路曲戰 我心光明 我受氣嚇龍傘 照直地向前走 忽然 傳來了一陣 時時的聲響 我定眼一望 原來在十米開外 站著一隻 通體潔白的黃鼠狼 我一下子認出了他 因為他就是 葬龍山上邊那隻 他站在了一塊墓碑上 好像在等著我 螢光綠色的眼珠 看到我實 眼神非常複雜 之前 在鄉下的時候 他要殺死我 想不到 他一直跟到這裡 我在腦海當中快速思索 難道說 在荒晚情身上發生的事 和他有關係? 不過 我瞬間 就否定了這個想法 這隻白皮子 確實具備這個動機 但是 就不具備這個時間 白皮子 你家主人有令 叫你不可以對我動手 你要殺我 怕車沒那麼容易吧 我在離開鄉下的那一晚 這隻白皮子 帶著一群子子孫孫要圍殺我 後來 那個黑衣女人 就帶來了葬龍山主人的命令 白皮子 站在這塊無名的墓碑上面 就好像一個小小的人類一樣 他的眼珠仔轉了幾下 大概過了十幾秒之後 他發出了低沉的聲音 麻安 如果你不想死 就馬上和我離開這裡 你的命 除了我之外 任何人都不可以拿走 我心頭一陣 這隻白皮子出現在這裡 不是為了殺我 反而是警告我 看來 是就連他都察覺得出 客虎寧願真是危機四伏 我笑著開口對他說 都說你們那幫黃書狼 古靈精怪 那天 你竟然是名不虛傳 你竟然想來警告我 叫我不要死 他咬下頭 我跟著繼續說 子彈在箭在原上 我不得不乏 你走開 麻衣神手的孫 是不會輕易死的 始終日後 我還要去匯一匯這個葬龍山主人 接回我娘和爺 試問 如果我不經歷幾次這樣的生死 又如何能夠飛天成龍 問頂風水自尊 又有什麼資格 去成為葬龍山主人的對手啊 這隻白皮子有點雅兒 想不到 先幾日沒見 我的定力和威懾力 都大大地提高了 能夠說得出這樣的豪情葬語 這個時候 他向我喊了兩聲 雙手合十地對著我 拜了拜 顯然是認同了我的說法 他從墓碑上邊跳下來 很快就消失了在黑暗之中 我順著梯級往上走 耳邊那些 嘰嘰嘰嘰嘰的哭音聲 越來越密集 我默念靜心就 來確保自己 不受到干擾 沿路又見到不笑墓碑 墳頭接著墳頭 雜草連著雜草 一切一切的景觀 都只是向我證明著 這一道不過是達普通的寧願 不過 四圍的陰氣就越來越濃郁 最終 走了十幾分鐘 我停了在一口井的面前 在水井邊上 飄散著很多塊的小孩子面 他們滑醉滑散 看起來都非常迷惘 偶爾 偶爾其中一發見到我 又馬上露出一些很真寧恐怖的表情 看到這一口水井 我一下子就呆住了 這段時間以來 我摺二連三這樣 遇到了很多古怪的事情 但是 在霧原的深處 見到一 在霧原的深處 見到一口水井 這樣才是我見過最為稀奇古怪的事情 我整個人一下子緊張了起來 因為 只有生人聚集的地方才會有水井 死人是不需要喝水的 這裏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不會有人 特地在靈原之中 挖一口井出來 我的腦海 閃閃過很多的念頭 或者 這裏在修建靈原之前 曾經有生人在這裏住過 只是 後來就從這裏搬走了 我嘗試這樣去解釋 誰知 那個井就突然傳出一陣 好像水滾那樣的聲音 接著 一股濃烈的血腥味傳足過來 我一下子就聞到 這一些 不是動物的鮮血 而是 人類的血液 吐天的死亡氣息旁邊而來 天上邊的雲層 也都隨風飄動 月光露了出來傾瀉而下 照到整個水井的四圍 都沖盈著一種很不真實的氣息 我只是 稍稍遲疑了騙客 就提著陶木劍 向著水井走過去 我展開了 六丁六甲護身激凌 凡是阻擋著我前進那些小孩面孔 都在陶木劍的劈斬之下 練練後退 最終 我站在了水井的旁 我看到 在水井邊上 有一塊石壁 而石壁全世的時間 應該也有這麼一年份 上面 只是寫著八個大字 天道不公 以血養魔 本集 經易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馬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讚 以及留言 〔 chief詞宮放棄 〔荒犨〕 〔寫難跡〕 〔海報〕 〔泡軸